這位女士就說,無面令人可以犯法,不受追究 現在有三萬多個警察,林鄭就說我沒有什麼依靠 依靠這三萬多人,他們是無面執法的,沒有編號的 這個警察通話是不公開的 她的家屬的資料和資料是不可以被人查的 這些就是林鄭月娥用無面法去蒙住他們的眼睛和心靈 令人無法認可用濫捕濫打去對付示威者 今天6月9日的五週月,一百萬人示威 林鄭不理,6月16日,二百萬人示威 她繼續不撤回,這個政治責任由她負 只要她當日,包括你們全保皇黨和她談一談 要撤回了,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了,那就沒事了 是吧?容主席,你們有沒有說過?沒有 是吧?那你就用這個暴力去解決政治問題 是吧?你用暴力去解決政治問題當然不行 所以你才用一條殖民地的惡法 叫做緊急時期規例條例 99歲的了,要來鎮壓海原大罷工的 特首可以不宣佈是緊急狀態 將香港人的民權沒有了 反蒙面法就是這樣來的 今天用得,明天也用得 共產黨暴動1967年的時候三霸 就是用緊急法例對付她的了 你是不是現在怕香港人三霸 你拿了一條殖民地的惡法來 用這個反蒙面法 你看看,衝突是不是更加多 死亡人天了,周子樂同學 可以嗎?政治解決嘛,五大訴求 現在你獨立調查委員會做,就一談了 還有,你用這個殖民地的惡法 拿了那麼多權 可以不讓人家報刊繼續存在 可以沒收人公共財產,可以阻止罷工 還有一樣,區議會選舉 你是不是要這樣用? 這個問題不是反無面化 是你可不可以用一個殖民地的惡法 去取消香港人的權利 我告訴你 你只怕有三霸 香港人有毅力 有智慧 遲早會有 11月24日 他如果舉行區議會選舉 一定輸要趴在那裡 現在所以就想不舉行 我呼籲香港人要有這個智慧 和能力忍耐 令到11月24日的區議會選舉 發生 用全民投票 去看看反無面化 得不得人心 林鄭 不回應五大訴求 得不得人心 拘捕了七個立法會議員 是不會阻止 立法會裡面我以前的同事抗爭的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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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 選舉